加拿大法院今天裁定 華為財務長孟晚舟在案中的行為 在美加兩地都是屬於犯罪 因此孟晚舟案的引渡聆訊應該可以進行 張若宇報導 對於華為財務長孟晚舟引渡案的雙重犯罪指控 加拿大卑斯省最高法院法官Heather Holmes 今天作出裁決 認為孟晚舟的行為在她被捕時 在加拿大和美國都屬於犯罪 因此這件案可以繼續進入下一階段的聆訊 意味著孟晚舟有機會引渡來美國受審 法官在裁決中也提到 孟晚舟是否應該引渡到美國 最終會由加拿大司法部長決定 不過在作出引渡裁決之前 司法部不會對孟晚舟案作出任何決定 華為對今次裁決感到失望 又說律師會盡力給孟晚舟重獲自由 48歲的孟晚舟2018年12月1日 在溫哥華機場過境時被捕 加拿大執法機構是應美國的要求將她逮捕 美國指控孟晚舟在2013年誤導香港匯豐銀行 俄稱華為的子公司聲通科技 Skycom和華為無關 匯豐銀行於是向聲通提供金融服務 構成欺詐違反美國對伊朗的制裁 而向銀行報假料 在美加都是罪行 辯方聲稱加拿大未有制裁伊朗 所以孟晚舟的行為在加拿大並不構成罪行 結果法庭並不接受這個觀點 孟晚舟是華為創辦人任正非的女兒 她被捕後一直住在溫哥華至今 可以在市區活動但就必須接受24小時監控 腳步必須帶上GPS追蹤器 26題記者將例月落到 現在在美加各地 都是收睇到三藩市灣區KTSF26台的精彩節目 三藩市灣區的觀眾可以透過KTSF App 或電視收看 其他地方的觀眾可以透過SBTV App 或上網sbtv.ktsf.com收看